大家好,我是霍霍,今天用玉米面加上一个鸡蛋,给大家分享一个营养又好吃的做法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在大碗里倒入100克的玉米面 用100毫升的开水给它烫一下,这样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细腻 晾至常温,放入2克的酵母粉 放入2克的白糖 用筷子搅一搅 再打入1克鸡蛋 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倒入150克的面粉,搅拌均匀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到案板上揉一下,直接给它搓成长条 我们这次呢,用一次发酵的方式 下大小均匀的8个剂子 把每个剂子都给它揉圆 把每个剂子都给它揉圆 把玉米面团整理一个小窝 把玉米面团整理一个小窝 放入一颗豆沙馅 给它包合 收口,给它搓成长条 再把两头给它搓尖 这样就行了 电饼中提前预热 给它关火 刷上一层薄油 把玉米面生坯放入里面 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 给它饧发一个小时 看一下这个面团饧得非常的好 盖上盖子 开小火给它煎上2分钟 时间到给它翻个面 盖上盖子 再焖上2分钟 时间到再给它翻个面 最后烙至两面金黄 阿牙能快速灰弹就熟了 出锅 看一下我们的玉米锅贴就做好了 金黄金黄的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底部呢也是非常的酥脆 掰开一个看一下 粗粮细做 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有营养 松软香甜 大人孩子都爱吃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的话 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后会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